各位傳媒大家好 我是大埔警區動物罪案警察專隊的主管 偵緝督賊責包易委 今天要和大家選擇一宗殘酷對待動物的案件 案件是發生在2021年的6月24日即是昨天 警方接到市民的報案 指粉嶺、屍頭嶺有一個單位裡面 傳出一些動物的叫聲 兼且有強烈的異味 警方接報到場入屋後 發現上址是一個300呎的村屋單位 屋裡面飼養了2隻狗和19隻貓 屋裡面有其他不同的傢俬雜物 亦都遍佈了動物的排泄物 分別在屋裡面的地下 動物的籠裡面 以及在動物的糧食盆裡面 由於屋裡面的環境衛生差略 已至傳出異味 所以有市民報案 警方以殘酷對待動物 拘捕一名38歲的男子 初步調查相信這名男子為上址的租客 而且是他們是這些動物的主人 魚龍自然護理署和愛護動物協會 也都有道場協助 他們檢取了這件案件裡面的動物 以供法醫作進一步的詳細檢查 以推斷他們的進一步的健康狀態之用 警方重申 殘酷對待動物是嚴重的案件 根據香港法例第169章 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任何人殘酷對待動物 或者以使動物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即屬違法 最高可以被判監三年 以及罰款二十萬 殘酷對待動物的案件一中都嚴多 警方會不為餘力、揭力執法 警方亦都在案發之後 去回現場和一些村民搜集資料 希望獲取更多有關案件的情報 但有時單靠我們警方的力量 未必可以杜絕到有不同的人 因為不同的原因 去傷害一些動物 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 如果市民遇到這一類型的罪案 一定要挺身而出 勇於舉報 我在這裡呼籲 如果市民就住這一宗案件 有資料提供給警方 請大家和大埔警區 動物罪案警察專隊聯絡 電話是3661-3592 3661-3592 我今天的簡報到這裡 好 現在到法文時間 法文有問題的記者 請你在法文之前先說出來的傳媒機構名稱 明報的 想問一問 其實動物在單位裡是通屋手 有八隻小貓 小貓最主要困在房子裡的籠 其他動物都可以自由地在房子裡走 有六十年級的 他的貓貓狗狗年紀挺大 還有有沒有涉及貓貓貓繁殖 它有沒有做非法繁殖的事情 這件案件裡的動物分別由2.5個月到4歲都有 我們警方不排除有人將這些動物作為出售用途 這個會是我們的調查方向之一 但無論是用來飼養還是用來販賣 其實屋裡的衛生環境已經遠低於正常可以接受的衛生水平 我們不排除這個情況 這也會是我們的調查方向之一 我想問它有多大的地方和經營了多久 它這個地方是村屋的地下單位來的 是300呎大 它是由去年開始年中開始租住這個單位 這些貓狗是來自哪裏的 就是自己撿回來還是在外面買回來再繁殖 你們手上的資料所知 這些貓狗應該是它本身已經由嬰兒開始飼養的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今天的今天的報酬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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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